那所以這裡就是我的雙11購物分享 對 我沒有買特別多服裝 主要是買了這幾個大的東西 就是佔了我很大一部分額度 去試一下機 這杯是比較特別的 它做出來的已經不是普通家用機 我們可以做一些商用的出貨 而且非常簡單 你完全可以在家中做 它要搖 它這個鋪是要靠人手 所以要搖擺 它是經典的 搖擺是不一定有關的 但是機器你也要搖擺出來的 新手我們有一個設計 就是你直接把它放在那裡 對,放在那裡 然後開 然後 溫度夠,摸著這裡 辣手就行了 對,辣手就行了 就對了 一定要抹乾它 否則牛奶因為高溫乾了你就很難抹乾 那時候真的抹乾 起碼煮機要回去 包括剛剛說的布粉針、布粉器、壓粉器 這些都是配件 我們保證這個卡托是90度 沒有碰溫度很高 因為沖煮頭是90度 它就一直紅 尤其是一樣的 我不做的時候 把手都要扣在那裡 它要保證這個地方的溫度 是接近80度到90度 這個時候我有熱水下來 如果你把手是冷的 把手瞬間把熱能吸收來加熱它 就不是加熱咖啡粉 你的水溫就會不夠 所以平時我們不用都是扣在那裡 還有這一條是防糖蒸氣泡來的 我現在拔著 你自己摸一下 它只會暖但不會熱手的 OK 安全的 其實如果在家裡量不大就沒什麼必要的 你安裝一下之後你可以設定它的開機時間 這個重點是即刻即刻 你看看 你看看 拔出來 你看看 哇 這個是南無宗湖的專利 出來的壓力是有通線的 油和度會高很多 但是呢 對咖啡師的要求極高 它按住它 還有白膜 你看看 你看看 它慢慢向上 對呀 這邊就會有一個屏幕 這個就是傳統的 你看它現在顯示你的粉餅 原來喝這個沒有這麼大不少 很簡單 它會鑽水第一次鑽多少 又可以手動模式 拿起它當手充滿 完結後再按一下清 所以你又可以用清和計時器 連杯連拉花光一套 就讓你在家連拉花 它很漂亮 有什麼感受? 發青 肥油美 我已經只有荷包了 問我買買 我要問你買不買 怎麼在想的? 問問觀眾買不買 買不買? 你們說買不買? 充不充買 我只是在想買你 不是 等它一套叫Picco的新款摩托機 一起看一下它的套裝 多少錢再說 那摩托機沒有了解過? 太新了 好像現在只有上海展廳才有 因為 咖啡機試了摩托機沒事 而且摩托機我又沒有怎麼研究過 用肯定是夠用的 但是它到 好像用到什麼程度 之類的 更細節的東西就不知道 可以再觀望一下 雙十一也快到了 知道會不會有更優惠 那肯定是我希望更便宜 而且它過了不多 不夠賣 再看吧 藍頭古城的超級的焦工廠 這裡有一個another的吧台 然後特別是測試的技巧 都是全範圍的 都是全範圍的 好啊好啊 你們已經用了多久 前夜才到 盡快 沒有飛機 泡水 吃一點 還差不多 但是這個醬汆還沒餐過 我們知道豆蔥是怎樣的 我們試一下 我們試一下 這個雪 很厲害 熟水 是呀 哎呀 哎呀 他還去哪裏 一萬天 現在去吃一下的麵粉 這是新的零號系列 給我吃吃 要進路 所以不愛開車進廣州 今天下雨很舒服 這邊修好之後我還沒有 修了也有十點路 好 今天我們要去的咖啡店叫做 FLO 留點咖啡在冰箱西路 不知道平時有沒有可能過來這邊 其實我開車的話很少來這邊 沒什麼車位 帽子是The Mr. Boys 他們最近出的一個新帽子 還不錯 帽子很好 純棉的 然後這件衛衣是MUJI 巨子纖維的 挺薄的 這個天氣雖然不錯 MUJI那天無意中逛到的 然後包包是老鼠的這一個 韭菜包 褲子就是M1的 鞋子是Cost 最近新出的這雙Sauge 這個天氣穿很舒服 有點透氣 而且也好穿 然後這個配色真的很漂亮 鮮的 今天家咖啡店主題色也蠻襯的 有點白色偏藍的感覺 隨行杯是我在大理的一家麵包店 或者說叫餐廳 買到的 他們訂製的這一個來自 HoloHolo 你看它LOGO這個型 他們的名字叫 普實 Simple Stone 杯子雖然不是很大 但是我蠻喜歡它這個形狀和顏色 以及它這個開合方式 這樣就開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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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P 好 這是他們的調和奶做的冰的 flat light 唯品和冰博客 對 咖啡不會盛下去 試一下 濃啊 他那個單品的味道滿藏的 不爽 非常大 豆子是艾塞的花果香 然后这一这一个杯子的话是我们后面即将跟西西西联名做的一个品鉴杯 喜欢 对 包里面 没关系 作詞 李宗盛 超好吃的 超好吃的 我會不會買了麵包 現在過來提貨 對了 剛剛三分半的訪談結束之後 大家應該可以在新的0號系列發售的時候 在裡面隨正的小車子看到 去提貨吧 這家蠻好吃的 不過要提前下單 不然的話 現場來買基本上是買不到的 就是每天定點出爐這樣子 所以就是這樣 OK 那就是現在的家庭咖啡腳 1.0版本 咖啡機是Lawasoco的Linian Micra 摩托機是會夾的GP1 頭充胡是Fellow 除了這一套 E式的器具是最新的之外 其他的都是我之前介紹過的 就不再重複講了 然後之前手充的很多東西 我都收在架子裡 因為最近合一是比較多 那麼地方雖然不是很大 但是我覺得目前來講還是夠用 最新收到的應該是摩托機 前面的購買體驗你們應該也看了 反正我這個機器應該算是一當天收到的 到現在今天應該是用了三週左右了吧 調適它還真的花了不少時間 雖然它已經是很簡單很傻瓜的使用方式了 可能是我自己沒有經驗吧 用了大概這麼多豆子 那麼整體使用體驗上 至少我在這個季節的廣動來講 空氣濕度會每天有波動 但平均大概就是50級60左右 肥粉不會特別嚴重 6056的時候基本上是不肥粉 然後特別乾燥幾天 可能接近50的時候呢 會有部分的銀皮飄在出粉口的附近 但是整體的話 我覺得它殘粉率還是比較少 並且可調專速的話 細粉啊 包括它整個粗粉的均勻程度 就是脆出來的效果看來是不錯的 雙十一的入手架 我覺得還是比較划算 至少它這個造型 還有它佔地特別小這一點 我就很喜歡 64平刀的這個尺寸的摩托機 我也看過幾個不同牌子 其他要麼就是造型我真的不喜歡 就設計感太醜了 要麼就是很好看 但是佔的地方太大 選它最主要一個理由還是外觀設計 以及它的尺寸 刀盤的尺寸啊 包括它的這個研磨方式什麼的 因為這個機器也算是新上市 沒有太多的使用的體驗和經驗 而用家也不多 他們第一批賣出來好像也就二三十台 我也算是小白鼠了 所以說是全範圍的研磨 但我目前使用體驗到的 大部分都還是在意識這個範疇 我還沒有拿出去做手沖 不知道結果會怎麼樣 但如果你感興趣的話呢 我後面如果有再用的話 再試一下 目前現在體驗到的大概就這麼多 使用體驗我覺得還挺好的 它首先就是一個快柴 這個位置 一旋一拉就可以整個拿下來 清潔就很方便 我一般都是可能用個兩三天 就用這邊吸塵機 里里歪歪洗一下 哦對說一下這個吸塵機 是貝斯的車窄用品 還挺好用的 型號我會貼出來 就是它尺寸啊 包括吸力什麼的 都挺適合這個範圍 不過這個嘴我覺得還稍微寬一點 能窄一點就更好了 刀盤拆下來之後就這個樣子了 這是他們自研的一個刀盤 但是後期我很會考慮 把它用得差不多的時候再換SSP 但現在我感覺 就我還不知道它的上限在哪 就先用用看吧 因為畢竟換了刀盤之後 還要重新調平 然後這個調墨的方式也挺方便的 就是這兩個環 一拿起來之後就可以選了 選好之後就把它按零點 放回去 包括他們這一次除了快材之外 也有蠻多磁吸的 然後這個罐子也是 粉罐呢其實是跟粉碗 可以這樣子扣上去 就直接倒 就一切都建立在很方便的前提上 那麼這邊就是常規的部分方面的用具了 我選的這一套全是來自Nordcore Wear 這個牌子的 雖然說可能不是市面上做這類型產品 最好用的 但是我覺得顏值跟功能性 它們是平衡的最好一個 就是我喜歡它們家全套的用具的這種 氛圍感 接粉環一講的部分器 這個是平面扁的壓粉錘 它是有彈力的 然後這邊就是部分針 這是一個9針 然後有一個底座 底座是有刷子的 就還算是蠻絲滑的 然後這邊是20分錘網 這個是Nordcore的 它會厚一點點 這個鋼 但是一樣會被壓出形狀 不過無所謂 還有兩個分水網是我嘗試了一下 來自國內的一個叫做Penetrate Coffee Lab的雙工作室吧 兩個更薄一點的 然後樣子會不太一樣 一個寬邊一個窄邊 厚度都是一樣的 可能打孔的方式會不同 我喝的其實差別不是很大 再推薦一下它們這個頻道 它們除了做一些簡單的用具 分水網之外 還有粉碗 然後還有一些 對於Coffee Elder來說 會比較有建議的一些內容分享 當然還有另外更專業的 可能面向咖啡師的頻道 就是Borista Hustle比較的進階 就是這樣子 OK 那麼咖啡機呢 這是選的是一個銀灰色 Micra這個機型 我沒記錯的話 剛初是有7個顏色 我為什麼選銀灰色呢 除了我不喜歡那些 特別紅特別黃 特別藍的那些顏色之外 黑色對我這個場景來說太黑 白色又太亮了 後來我才發現 灰色好像是 目前唯一一個沒有金面的設計 就其他的顏色 不管你選什麼顏色都好 這一個面的金屬始終是金面不鏽鋼 其他的地方就是烤漆的顏色 但是這台不一樣 就是通體銀灰色 包括這個面也是 它沒有反光 我覺得就看起來乾淨舒服 整潔一點 那麼就這樣子了 這台機器呢 雖然說它可以改上下水設計 但是我沒有改 就它這個水箱 加水還算挺方便的 抽出來直接加就行了 然後包括這個沸水箱也是 拿出來直接倒掉 它這個位置放進去呢 還是有一些磁吸卡扣的 但是唯一一個不那麼好的 可是也不能算缺點吧 就是尺寸上的硬傷 這個位置特別矮 看到嗎 就是五隻手指的高度差不多了 對於某一些特殊的背型來講 就不太好放在底下接 所以目前我還是用這種 矮的小背來接 然後這個口剛好也是跟 接粉碗一樣 我用平底快脆的粉碗 就不會跌到周適 包括 我選的襯也是 一個1.3厘米 特別薄的襯 是我能找到最薄的 我沒有買他們配套 那個ARCAYA的襯 我覺得太誇張了 2000多 沒什麼必要 所以這就是目前有點遷就 但是用起來還是很愉快的一套流程 大概就這樣子 還是走一遍流程 Coffee the road開張了 就是先過一遍 帶大家看一看 我現在的整個flow 喔對 奶泡還不會打 蒸汽很猛 但是我打奶泡 沒有水準 這個東西平時我也是不用 蒸汽放就放旁邊 對 剛剛沒提到 這一個奶缸也是 那麼他們這個 咖啡機箱子裡面套裝會有的 就是一個很小的奶缸 整個小的尺寸也是剛好適合 它這個機器 剛好能放進來 並且它這個曲度也是 就挺曲折的 做一個最近比較喜歡的豆子 雲南寶山的新紅龍莊園 雪雀卡蒂姆給大家 這豆子還蠻推薦的 我不知道還有哪裡有的賣 但是真的很棒的一款豆子 你可以截圖看一下 我們這個粉碗是 16到18克 淺紅就做18克吧 磨豆的研磨度 會跟著空氣的溫度 濕度不一樣會有點變化 所以每一次開始研磨之前 我都還是有點忐忑 這個機器是可以調轉速的 現在轉速是8 麥克風的位置跟我耳朵估計差不多 你可以聽一下這個聲音能不能接受 那麼大概就是這樣的聲音 殘粉也沒有太多 說不來了 我一般會墊一張濾紙在底部 這樣子就防止吸粉堵出孔 還挺乾淨的 它這邊的塗層都不會很吸粉 簡單布一下 新手還是用這種 壓粉錘比較好一點 它至少不會壓歪 蓋上分水網 簡單進階一下 OK 橙放上 它可以積液重 以積實間 就除液自動積實 濾浸泡我選的是6秒 就是 泡3秒停3秒 這樣子 看一下 還不錯 這種直升的平底快脆粉碗 就是滑灑狀 它會不太容易聚攏 但是它萃取出來的均衡度 還是很好 只是容易到處肥溅 所以這個我會選 開口比較大的Shot杯 聲音的話大概就這樣 這個是中淺紅的豆子 所以油脂不會特別厚 但是還是挺密的 簡單就一個冰沒事 就做好了 整個流程下來就是這樣 雖然我不是很熟練 但我初杯 一杯速度大概5分鐘左右 就還能接受吧 MIQA這台機器 由於機身尺寸的限制 沒有再加任何可以顯示的屏幕了 所以 它的一切數碼化的顯示 都放在外界的APP裡面 我這次就用了 IPMini 作為它的外界屏幕 來去查看它 這方面的一些信息 比方說 處理時間 然後一些機器設置的更改 比方說 水箱補水的時候 它會提示 然後蒸氣棒的 蒸氣壓力大小 以及萃取的溫度 然後定時開關機等等等等一些 更多的散數 全都放在他們的APP裡面 但是目前這個APP的服務器 好像還是在他們意大利總部那邊 所以有時候連結會特別慢 那除此之外 其實也沒有更多的缺點了 畢竟家用也沒有什麼特別 趕時間的情況 一切東西慢慢來 都還是可以操作得到 它隨機附贈的一些配件 首先就是一個手柄 分碗不是啊 手柄是我們這次新出的一個 可替換的手柄 就是它有一個分流嘴 可以這樣子 怎麼弄了 這樣子一換就卡上去 這個是單向的 還有一個雙向的 雙向的可能會比較常用到 但是我在家一般都是直接無底脆 然後就是兩個粉碗 原裝配套粉碗就這樣子的 一個14克一個17克 但是我自己另外有買 我自己喜歡的粉碗 一個就是Nopcord 這個20克的粉碗 覺得挺漂亮 它打孔也很好 然後再一個就是 我現在經常用的Pisado 58.5的這一個 直升的平底快脆粉碗 這個會更偏向於淺紅萃取 風味更加的乾淨一些 沒有說哪個好哪個壞 就是看習慣看喜好而已 那大概就是這些配件 一個很好玩的東西 Paragon的金球 這個包裝會有兩個支架 我就簡單示意一下 使用場景我會另外貼到畫面上 那金球是這樣子的 它那一包有四個小的 然後有兩個大的是我另外買的 我只動了四個 就兩小兩大這樣子 小的跟大的 它裡面的保冷液體配方是不一樣的 它這個官方支架是可以支持正反方 針對你不同的Shop杯高低會不一樣 大概就這樣子 液體就會流進這個降溫的金球 再去到Shop杯裡面 這樣子它的均衡度啊 口感之類的會 蠻不一樣的 就是你肯定能喝得出來不同 但是我也不是很專業 所以講的不是很明白 到底有哪些不一樣 總之會變好喝就對了 但前提是你要使用得當 這個時候我就不能用Pisado的這一款 直升的粉碗 因為它的萃取會太均衡了 一個點這樣子低下來 就沒有辦法集中成一束 再流進這個金球 所以這時候我會換成 Normcore的這個粉碗 它也是這種快萃粉碗 不過它不是平底直升的 像傳統粉碗那樣會集中在中間 所以它會比較好的去包裹到整個金球 讓液體流進它之後再進到杯子裡面 那這就是大概這些小配件 肯定有很多人朋友說 同樣的價位 你可以選這台機器 可以選那台機器 或者你加點錢可以買這個二手什麼之類的 因為這些我都看過了 一個是我比較喜歡了 它比較簡單傻瓜一點 這個入門機很適合家庭用 再一個就是你也看到了我這裡的櫃子 這架子 這個絕對的尺寸就沒有辦法改 不是說我不想換櫃子 就是其他空間還要用 不能為了這一個角落 把其他的東西全都往外推 無線擴展 這也不現實 所以說這個櫃子其實陪了我很久了 大概有個八九年了 也挺好用的 就沒打算換它 這個長度的話就剛剛好 差這一點點就不行了 所以就不能再換更大一機器 包括mini 給它大一點點我也看過 但是整個放下來之後 上面可能放不下杯子 然後兩邊的話 那邊肯定是勾威是在過的了 所以就中和選擇吧 反正性能上沒有衰減 沒有任何的閹割 它跟mini其實差不多 水箱容量可能不太一樣 但是功能上 包括出品的效率啊 出品的一些萃取的狀態等等 沒有什麼可挑剔的 除了價格 那還有一個除了尺寸 很重要的硬上就是 很多咖啡機 不管尺寸 就是它會要求有16A的結地三叉 這三叉跟普通三叉不一樣 它是電熱水器和空調的那個尺寸 功率會比較大一些 就是如果你本身 裝修的時候沒有布這根線 就你後期是沒有辦法再去遷就的 你不可能去拖排叉 或者是改一個16A 就可能會有安全隱患 但是我是不建議這樣做 Lamma這台機器是沒有這個要求的 但是Lamma又有一個很奇怪的 怎麼說這個品牌會有一個小特點吧 可能跟歐洲那邊水質有關係 它會要求水裡面有一定的礦物質含量 蒸餾水是不能用的 就是水倒進去 機器不往裡面抽水進它的泵裡面 它就是不工作 一定要用龍夫山泉或者景田 這種有一定礦物質含量的水 因為它裡面可能礦物質要導電 它才能檢測到 挺奇怪的 但是這是他們家的一個特點吧 OK那就關於設備先講這麼多 分享一些零碎的小器具 之前可能跟大家有分享過我的一些杯子 但是現在有更新一些 簡單介紹一下 看一下這三個 來自我們國內的品牌CCC Clay Coffee Collective 被大家親切的稱為作弊杯 就是它的形狀呢 會更加好讓你捕捉咖啡的香氣 咖啡比賽的評委會比較常用 這類型的溫香杯 包括但不限於這個品牌 那這是我比較喜歡的三個右色 這位叫做增瓶的工匠 它掌握的戴帽右色 這個也算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之一 這是宋大還什麼時候開始有的一個戴帽右 然後內外都有 有一個是內側全白 然後這個是通體戴帽右 但是這個杯型就只做80毫升 150毫升 就沒有這兩個大的290毫升的 那麼這一個呢是來自 Sleptown咖啡店 和他們CCC的一個聯名 這個杯型的右呢就是磨砂的 然後上面有一些Sleptown招牌 墨綠色的小翻點 還有他們的slogan 那麼這一個呢 右色叫做灑蘭 就是有點不均勻的青藍色很漂亮 我是覺得很喜歡 底部有一個金色的印字 通體都是藍色 然後內側是通體白 同樣的工藝 還有一個紫色的 還有另外一個純大紅色 反正他們家的右色呢 我覺得都做的挺不錯的 感興趣的話你們可以看一下 這都是我自費買的哦 我沒有收他們的廣告啊 我還沒到這個水準 OK 那換下一組 來自我最喜歡的咖啡店 以及我的豆子供應廣州的烏批 這是他們一週年的厚唇杯 來自Menu這個品牌 好像是荷蘭還是大麥的來著 這杯子也是蠻有這種紋香杯的質感 它很厚 然後它是雙層的 保溫效果很好 並且你用它喝 確實能體會到別的杯子 沒有那種明顯的香氣 就它會流程的更好一些 然後它唇感也不錯 然後還有另一個就是他們的Shot杯 這個會稍微小一點點 就專門接Shot 接濃縮的時候用 挺好看的 就是有時候剛剛也介紹了 Micro這台機器 粉餅底部的空間比較小 所以會用一些小Shot杯來接 再過來還是Shot杯啊 在有咖啡機之前買的 買回來之後我才發現 這有點太高了 用不上 但是挺好看的 這種琥珀色的雙層 也算Shot杯 你別看它外面很大 接著它裡面那個也就是80ml 這兩個是一對的 就挺好看的 Hario的吧應該是 沒記錯的話 這就沒什麼太特別的地方 就是漂亮 還有一個Shot杯 是來自日本的園藝店 賀仙圓的 這個其實有點像酒類的Shot杯 但其實用在這裡也OK 不過它這個口比較小一點 然後這邊上面有一個 龍舌蘭 人王罐的印花 那還有就是一些 正常尺寸的咖啡杯 比如說這個三噸半的零號系列 這是他們跟北京的大小咖啡一起做的 他們當時應該會有很多不同店鋪的合作款 那這其中一個就是手感還不錯 純感嘛就普通 但是這個容量以及它的握感 還有它的樣子 就裝咖啡的時候還挺好看的 要簡單 然後這一個是來自Nori的一次聯名 它是一個人體脊椎骨的一截的感覺 硬化都是一樣的 不是說它限量1010號 這邊就是脊椎骨的把手 但是這個杯子其實不是很好握啊 我不知道該握哪一邊 但是看起來帥就是真的 跟PlayLogic聯名的 這杯子有個特點就是 如果你有很多的話 你可以組成一條脊椎的感覺 我就只有一個了 就放得好看 大概就這樣子 OK 那麼再過來是兩款 比較標準的馬克杯 但是長得不太一樣 這就是一個正常尺寸的 喝美式咖啡的馬克杯了 都是有點收腰的設計 那這個來自Rofloren 這個其實去店裡買 直接買就好了 大概是300幾來著 我忘了 純感不錯 它比較薄 然後它比較瘦長一點 就沒有太多特別的地方 一個他們的硬化 其實我當初在想 有沒有必要買一個 帶碟子的那個Cappuccino杯 但是想想看 除了上面的印花比較特別之外 整個杯型沒有任何特別的地方 所以就算了 就這樣子 挺簡單的 但是用起來還是很好用 清潔打理也蠻好的 握感很好 就是 怎麼握都可以 也不會燙手 這大概380mL左右 360 我不太確定 然後這邊這一個 是來自成都的一家咖啡店 叫肉屋 The Bro 然後這個就比較美式復古的那種 馬克杯了 它其實是偏米白 對比一下顏色 然後裡面有他們的小Logo 他們這個Logo還有貼紙 我當初去的時候 他們也有送一些給我 就這樣子的 OK然後上面就是一些 排版感覺的文案 沒有什麼特別的意思 底部也是這樣很漂亮 但這個杯子的話 就比剛剛這個會要肥一點 並且矮一點 就整個蹲一些 主要是因為這個位置特別厚 太厚了會導致喝水的時候呢 雖然說純感不錯 但是它沒有收邊 就是太平了 很容易在這一圈有個殘留 再一個就是 因為它整體厚了的話 重量特別重 這個裸重 477 挺誇張的 這個呢 好很多 不過其實裝滿一杯子厚 差別不是很大的 主要是吃早餐的時候 拿來煮餐 這一款杯子對於女生來講 可能會有點吃力 用起來 看一下這個好奇 這還不錯很舒服 CCC呢 都不錯都不會超過300 就還蠻好的 OK啦 研究起來也是挺夠的 因為他們還有好多配件 好多花樣去玩 再往上一年的雙十一分享 其實我好像沒有跟大家介紹過 我買了一個廚師機 是這一個 哎呀 它中文叫什麼來著 你可以當成是攪面機 料理機 攪面機 然後它還蠻多功能的 因為它可以側著放在換別的配件 但是就 目前還是拿它做麵包攪面用 OK 那麼關於這些東西 就暫時分享到這 還有一個 不太相關 但是簡單跟大家提一嘴的就是 我這段時間 除了測試用了那麼多包豆子之外 其實還用了很多不同的牛奶 當然在這裡要先聲明一點 我自己沒有很明顯的乳糖不耐受的反應 所以我這裡沒有特別挑那種 低乳糖或者沒有乳糖的奶 如果你有這方面的反應的話 真的很抱歉 可能給不到太多建議你 我還是按我自己的口味來選 奶的話其實我喝了蠻多的 但我按我自己口味來選 大概就是這一些 看一下 有沒有適合你的口味 或者說離你比較近的鮮奶 保濟期不要離你太遠了 這樣子你買起來比較方便 喝起來新鮮 首先我喜歡的就是這五個 我的標準就是空口喝 不做咖啡牛奶 直接喝也很好喝 那麼做咖啡也不差 就是他們這幾個 那有一些這邊的主要就是 可能像這種是單純做咖啡好喝 不能直接喝 然後有些直接喝好喝 但做咖啡不合適 但是這個還是按我自己的口味啊 這個厚牛乳呢我覺得他做咖啡很好 但是他要調和一下 不能直接喝 因為他太厚 不然太黏膩了 但是做咖啡 尤其dirty的話還挺合適的 那麼水牛奶 我就是攤好玩 我試一下他不太適合做咖啡 但是如果你喜歡這個口味的話 百夫露還是挺好的一個老牌 那麼這三個牌子呢 對我來講會有一點 做咖啡的喝的時候 會有不太喜歡的怪味 所以就放一邊先 名字好像是在 我買了之後我才知道 好像是有些成分是不合格的 所以就放一邊吧 這兩個也不說了 不過要對比的話 肯定是這個 比這個好一些 那麼這些呢 就按你自己的口味來去挑好了 我比較喜歡 或者說我覺得比較均衡的是他們兩個 做咖啡的話 就看你用什麼豆子了 他有些豆子可能不太合適 配這個奶 會有些不好的味道 但有些豆子又還ok 總之就這樣子 過了 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幾個我覺得比較好的 或者說比較適合做咖啡的牛奶 看一下成分怎麼樣 看一下這個衛港 這衛港我也是第一次喝 他好像是南京本地的品牌 就我這邊不是隨便都能買到的 我一定要上網買成買到 但他的口味還有他配表 我覺得都很不錯 蛋白質4.0 脂肪3.9 我覺得還是營養夠的情況下 口感也很好 然後包括他直接喝也很好喝 然後做咖啡的話 也有那種乾香的感覺很不錯 這個還蠻推薦的 如果你買得到的話可以試一下 再一個就是光明的優備 這個是我在這邊買起來會比較方便 比較容易買到的 因為是這邊的品牌 就運送的話會方便一些 這個蛋白質會低一點3.6 脂肪也是3.9 但是這個要看你配什麼豆子吧 就是他比較均衡 但是不會說特別突出 然後這個青海奶呢 是我特別喜歡空口喝的 但是他做咖啡的話 不是特別適合所有的豆子 蛋白質3.5 然後脂肪3.8 殘數就普通 但是他們有一個特別的版本 是黑色包裝 那個就是用了百分之十幾的毛牛奶 那個會口感更厚一些 看你個人喜不喜歡吧 我覺得可以試一下 但是我這邊不太方便買到 因為他是從青海那邊發貨 然後到我這邊 就保持器已經少了三分一左右 所以每次都要喝得特別快才行 然後再一個就是月鮮活 這個也是我第一次喝 然後我覺得還不錯 因為這邊超市也算是比較常見到 蛋白質3.6 脂肪3.9 然後這個口感我覺得挺好的 就是不管口味上來講 直接喝也可以 是做咖啡也很棒 就挺推薦的 這個可以常備 再一個就是我還沒喝完的一款 美日鮮魚 蛋白質3.6 脂肪3.2 這個會更加肥一些 但是喝起來口感不會覺得肥 它不太厚 味道也OK 弄得足夠冷的話 做得體也沒有問題 還沒喝完 剩一點點明天再繼續喝 大概就這樣子 大概就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 一些主要內容了 沒有講的很詳細 提一句吧 可能還是有人會覺得我 這個是推廣什麼的 這全都是我自己真心白眼花錢買的 沒有任何推廣 品牌沒有找過 因為這些東西也是 但是才買到手沒多久 還不到一個月 我可能還需要很長的時間去體會 但是 最近玩的還是比較上頭的 那現在這邊的1.0版本呢 可能會再持續一段時間 後續如果有再改動 或者說有添置新東西的話 再跟大家持續做分享 大概就是這樣子吧 有朋友吹直播的事情啊 因為最近現在已經12月初 我本來之前說好像11月底12月初 想跟大家直播分享一些東西 但是我還沒有整理好 因為東西有點多 再一個就是最近可能還有東西要拍 然後還會有東西在手裡 我在想一步 也不差這點時間再展一展 可能會有更多好東西 跟大家一併的送出來 不過東西太多 估計也會耽誤時間 我在想如果一次送不完的話 我們可以留到春節 到時候再看吧 我會在零開播之前 會在動態公布的 大家不用著急 一定能看到好嗎 那到時見啊 如果你覺得還不錯等有幫助的話 我已經在上面 如果沒關注的話 點擊訂閱老鼠肉 我們下次見吧